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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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和远方 不舍与别离 思念与放下 歌曲的内核被他们的歌声完美融合了 令人沉醉 心迟神望 真的啊 我们常见的是歌手在自己的特色中唱好的一首歌 在自己的特色中突破自己的唱功 但是这一次呢 他们俩都在自己的特色外突破了自己 这个在听众看起来怎么夸都不过分 结尾周深再次呈现了华彩 不再是以往的影唱 而是一句非常实在的高音 这就是他在自己的特色中的突破了 看似他又在结尾爆发了一个高音 实质上呢 是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表演 如此的清澈高远 太棒了 周深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示了 没有怎么展示过的民族唱法 居然唱得这么好 粉丝知道他一直都在进步 还是惊到了 周深总是能够超越听众的想象 融合流行美声民族唱法 周深演绎的天堂 闭眼去听 真的能够感受到顺光 周深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套用他的重塑的那句话说 你永远可以对他有所期待 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感觉有些人对周深的要求太高了 他才28岁 其实大学才毕业4年多 对比职场的社畜 他的打磨还在起步的阶段 诚然他的努力 天赋对自己的高要求 让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级的舞台 但是他还年轻 还称不上完美 一定还会有进步的空间 怎么能够拿他去跟老艺术家们 来比肩比较呢 单从人生的阅历来说的话 生活经历 他的路也还长着呢 而好的艺术作品 都是离不开这些积淀的 身为听众 真的特别喜欢看年轻一半跟老一辈的合作 想要周深跟 郑旭兰恩老师 龚琳娜老师 腾歌老师 一首歌曲的演绎 能够看到差距 能够看到后生可畏 能够看到欣赏题写 能看到纪念 阅历生活沉淀下来 对于作品像艺术品一样的诠释打磨 作为年轻的一辈 要学的太多了 期待周深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彻名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